嗨,欢迎收看每篇,这里是安豪,本期每篇给您分享到的是情感大师告诫女人的八句话 一,听男人说话,不要听他说了什么,要听他没说什么 正所谓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破嘴 男人大多都会甜言蜜语,用糖衣炮弹迷惑女人,可往往是嘴上说一套,行为却是另外一套 当他做错了事,会为自己找理由,推卸责任,甚至还会对你发誓以后不会再犯了 你可以给他改过的机会,但你不要傻傻地相信他会变成另一个人 爱情需要信任,但聪明的女人会保留一丝理智和清醒 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轻易地相信男人所说的全部 二,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 功利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 愚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尊严 男女的相处之道在于互相吸引,共同进步 爱一个人不要总想着去管他,这是对他的束缚 也会成为你们感情路上的绊脚石 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不会去管男人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懂得尊重和宠爱自己 只有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你才会有更大的魅力,更足的底气来经营好这段感情 三,女人永远都不要认定某个人成为你的全部 否则哪天他离开了你,你将一无所有 女人的安全感是自己给,靠男人是靠不住的 如果你选择衣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那就注定只能养人鼻息,活得悲哀 要是哪一天他对你厌见了,一脚把你踹了,你将何去何从 所以,女人不要成为别人的附属品 而是要学会独立,活成自己的女王 四,一个女人美不美,不取决于你在别人眼中美不美 而是取决于你在别人的心中美不美 人的外表可以修饰,但内涵无法伪装 一个女人即使外表打扮得再精致动人 如果没有好的仪态和内涵 这样的美终究是空洞的,无法伸入人心 况且容颜都会老去,唯有拥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 不断提升内在,风营灵魂,才能一直美好下去 五,爱人七分足矣,剩下三分爱自己 有句话叫爱不要爱太满,水不要太晚 作为女人常常会为了自己的丈夫,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倾尽所有,弄得自己疲惫不堪 但事实上,这样你不仅会失去自我 也会让他们对你的付出感到习以为常 女人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空间,好好爱自己 当你活得金贵从容,幸福也会伴你左右 六,对于伤害我们的人的原谅 一次是痴情,两次是包容,三次就是犯贱 两个人在一起需要相互包容和忍让 但凡事都要适度 再好的爱情也经不起一次次伤害 一味地原谅是对别人的纵容,也是对自己的伤害 作为女人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懂得自尊自爱,好好保护自己 你的善良要有锋芒,你的容忍也要有限度 七,男人最怕的不是争吵,男人最怕的是女人的沉默 对于矛盾,男人不怕女人跟他吵 大不了哄一哄,找个理由,或吸你就没事了 这说明矛盾还不算严重 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底线问题 至少代表你心里还有他 男人最怕的,其实是女人一句话都不说 不吵不闹,沉默不语 说明你已经对他绝望了,不爱了 这样冷淡的态度会让男人不知所措 八,女孩子不要轻易落泪 关心你的人会心疼你 不关心你的人,就算你泪流成河也不会在乎 作为女人,你要知道 真正爱你的男人是舍不得你哭的 如果你的眼泪留不住一个男人 那请停止哭泣 因为她的心里没有你 就算你哭得再撕心裂肺都没用 整天为琐事伤心 你的人生又怎么会充满阳光 不管有没有人爱你,关心你 你都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学会微笑面对 愿你少一点流泪,多一点笑容 人生路漫漫,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 在转角等着你 前两天,我在一本名为 你的优雅,价值百万的书中 五官之美如花开艳阳 直接 而精神之美类似于暗箱浮动 须依托 靠修养方能呈现 颜值可以美容 但掩盖不了本色 气质可以塑造 但脱离不了本性 心有境界,行则正 富有诗书,气自华 精神长相是一种看不到的能力 这个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力量 说话是一门学问 有分寸是一种修养 言而道,知也 莫而当,意知也 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 恰当的时候说话是智慧 沉默的恰当也是一种智慧 知道怎么说话 知道何时说话 知道不乱说话 是一种了不得的软实力 子琴问莫子 多说话有好处吗 莫子答道 苍蝇,青蛙,白天黑夜 叫个不停 叫得口干舌皮 然而没有人去听他的 但你看那熊鸡 在黎明按时提教 天下震动 人人糟糟起身 多说话有什么好处呢 重要的是 话要说得切合时机 我们常常评价 一个人情商高 很会说话 其实正是因为 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 说适当的话 既不让他人难堪 也显得自己大方得体 你越会说话 别人就越快乐 别人越快乐 就会越喜欢你 别人越喜欢你 你得到的帮助 就会越多 你会越快乐 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 沉淀组成的 你怎么说话 决定你是谁 甚至决定你过得好 或者不好 口为祸福之门 懂得谨言慎行 照顾他人感受 才是智慧之觉 以貌取人真的很空平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段子 性格写在唇边 幸福露在眼角 站姿看出才华气度 不太可见自我认知 表情里又近来心境 眉宇间是过往岁月 衣着显神美 发型显个性 职业看手 修养看脚 一系列的观点 看起来有些绝对化 却也颇有道理 到了一定年纪 你的形象里 就带着你走过的路 读过的书 爱过的人 历过的事 哭过的泪 和洒下的汗 这世上总有人好看 总有人越来越好看 为什么不能是你 好看不只是肤浅的漂亮 更是举止端庄 待人谦卑 谈吐优雅 所有的经验 都来自于长久的准备 很久以前 有一个手艺人 手艺娴熟 很多人上门买雕塑 但他又和其他人不一样 喜好雕塑 妖魔鬼怪 有一天 他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相貌 变得很丑 不是五官发生了改变 而是整个面相 凶恶 丑陋 古怪 后来 他到一个寺庙里 找方丈求助 方丈说 我可以给你治疗 但你必须先帮我雕刻 一百尊观音像 于是 手艺人就开始不断研究 观音的神情 德性 德性和表情 有时甚至到了忘我而带入的境界 半年之后 当他把富有善良 慈悲 宽容形象的观音雕塑出来后 他急忙去寺庙找方丈 对方丈说 请您务必帮我治病 方丈没说话 从背后拿出镜子 笑了笑说 你的病已经好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 自己的相貌 也已经变得正气端庄了 一个人若是热情洋溢 总是面太微笑 到老了 脸上的纹路 也是慈眉善目的 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 面目表情僵化 越老越显得可怕 越没有亲和力 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 到了40岁 你就必须具为 与你的年龄 身份 社会地位 相适应的言谈举止 和精神面貌 日本文学家 大宅壮一说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张履历表 你内在的素质 内在的修养 决定了你 外在的形象和风貌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你前半生 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学到的知识 懂得的经历 无形中 都在改变 后半生的长相 善良的人 根本不会吃亏 六祖谈经上说 一切福田 都离不开心底 新田上 拨下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 会开花结果 曾子曾说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祸其远矣 这是一个 边缘的山村学校 食堂的伙食糟透了 不是白菜萝卜 就是萝卜白菜 而女老师的身体很弱 于是她经常到 学校旁边的 一个小山村 去买鸡蛋 卖主是个 年过花甲的老太太 她说 叫个价 女老师便定了 五毛钱一个 其实 女老师暗中 提高了五分钱 女老师家乡的鸡蛋 四脚五分 要多少又多少 女老师看老人可怜 美儿美女 只靠几只鸡 养活自己 于是 每个蛋 都给五分钱 就老太太可怜 女老师就做一个 小施主吧 奇怪的是 老太太既不讨价 也不还价 这桩买卖 就这么定了 买过一段时间 女老师觉得 老太太实在可怜 便单方面 又提高了五分钱 一个鸡蛋 五脚五分 这回 老太太作声了 坚持不肯提价 但女老师坚持 要单方面提价 僵持了很久 老太太终于接受了 那天 女老师照旧 去老太太的买鸡蛋 正碰上一个蛋贩子 跟老太太讲价 蛋贩子出六脚一个的价 要把蛋全买走 老太太不肯 蛋贩子说 这个价够高了 山里都是这个价 老太太说 不是因为这个价 而是这些蛋 要卖给那位瘦老师 人家那么远 到我们这里来教书 又那么瘦 我希望他胖起来 在这个小学里 长期待下去 孩子们需要他 女老师顿时呆了 原以为自己是个施主 想不到真正的施主 倒是老太太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 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所以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 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生命是一种回生 你把善良给了别人 终会从别人来收获善良 无论你对谁好 从长远来看 都是对自己好 你一直善良下去 只问自心 不问得失 一路芬芳 已在你的身后跟随 在这个分杂的社会 我们要生存 就必须要和人和事大交道 这个过程中 保好尺度的同时 也要保留真实的自我 这就是所谓的知事故 而不事故 一只蚊子在马克吐文眼前盘旋 这使得职员尴尬万分 马克吐文却满不在乎地说 跪地蚊子比传说中 不知聪明多少倍 他竟会预先看好我的房间号码 以便夜晚光顾 饱餐一顿 一句话都得服务员不禁哈哈大笑 结果这一夜 马克吐文睡得十分香甜 原来当天晚上旅馆 全体职员一起出动 驱赶文字 免得这位受人欢迎的大作家 遭受蚊虫叮咬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们也许貌不惊人 也许才不出众 却在无形中 有着一股别样的魅力 让你想要与之接近 放下心房 与之倾诉心中的秘密 君子之语 让人舒服的人就好像一块温润的美誉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 品一杯醇厚的热茶 看一朵花静静的开放 让时光如流水般 扩担速景 奥黛利赫本被誉为女神 不仅仅因其貌美 貌美的很多 并不能被全世界的人记住 也不是因为学历 比她学历高的比比皆是 但她用一声 诠释了精神长相这个词 她在遗言里说 若要优美的嘴唇 就要讲亲切的话 若要可爱的眼睛 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 若要苗条的身材 就要把你的食物 奔向给饥饿的人 若要美丽的秀发 在于每天 孩子的手指穿过它 若要优雅的姿态 走路时 要记住行人 不止你一个 这就是对精神长相 最好的解读 一个女人真正的资本 不是美貌 也不是金钱 更不是学问 而是自带的 不会随着岁月变迁 而消失的精神长相 好了 这次的分享到这里